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什么样子 这 还不快起来 你要压死我吗 瞧什么呢 这般出神 见过太子妃 可都准备好了 我在帮激通阿子 将贡萍摆放妥当 一会儿一起祭拜 你在长丘宫灵训 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 对了 我来送祭司用到的香丸 放在何处 给我收下便好 火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 你方才 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身 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慎 到时有几分相像 都说外申消救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愧你与子慎情深 一眼便瞧出来了 哪有太子带太子妃好啊 我听闻朝中大臣 都奏请太子殿下令取侧妃 太子殿下都不曾允许 皇兄不答应 并非因与楚妃感情好 全因曾经沧海故人难忘 楚妃 我说得可对啊 三公主 此处还未布置妥贴 还请三公主一步偏殿休息 我是特意来寻楚妃说说话的 今日在席上 楚妃不是与我母妃挺多话说的吗 如今怎么不说话了 除非性子如此沉闷 还穿得如此寒酸 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 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 我忘了 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 楚妃母族不过普通农户 缩减用度后恐怕捉襟见肘了吧 能支撑东宫这么久 确实为难你了 这祝岛用的香丸价值不菲 之前我还怕楚妃凑不起银钱买呢 耽误霍将军祭祀 以我皇兄对楚妃的厌恶 怕是不会为你辩解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三公主 三公主 你不要压死我吗 还不快起来 你们要压死我吗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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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可曾伤长 少假惺惺 程上伤 给我当着 是早收拾你 三公主素来瞧不起我 她对我冷嘲热讽惯了 我也早已习惯 你方才不该为了我与她起冲突的 怕什么 我就是觉得她好笑 明明是三公主 非要上一个报护伤股似的 这么爱炫耀 当年圣上四处征战 岳飞随军 三公主自小寄养在小月侯家中 小月侯夫人出身伤骨 那些商户女娘素日最爱盘比衣裳首饰 所以也养成她娇涉的性子 身上处处提倡节俭 她还穿得这么画质招展 也不知道何来的银钱 她跟着小月侯自然就有生前的法子 不似我这般 娘家也靠不住 你既得罪了她 从今日起见着她可要避着些 她性子乖张 牙子必报 我也性子乖张 我也牙子必报 日后 就看谁报得过谁吧 太子妃 刚才她说的沧海故人 是谁啊 事情都已过去了 父亲也罢 她大姨 我说她的心目 还便宜不着 啊 我及时知了她的心目 可否咱俩 你不得入梦 可怀咱当年 没有及时救下故城 朕 当真是有亏于你呀 直到如今 死人一世 也就不得为变了 凡我闻世子孙 日后 要牢记今日之荣耀 是祸世 建议我们的 子晨啊 给你舅舅磕个头 让他好好看看 你如今的模样 为祸世家族 尚乡 为祸世家族 进一天 座完 我来自一天 你知不知道 我来自一天 你知不知道 你老师 要得了 你来自一切 你来自我 你来自一天 我来自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伤妹妹 这香粉容易迷眼 你得小心点 什么东西 别烧起来 快 快灭火呀 快快快 灭火呀 快呀 别愣着 快将三公主的外上脱去 别 别 别偷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去 我让你换也不换 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 给我脱了 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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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